歡迎回到新台灣新光大道 一鴻大哥 剛才我們有提到 時報週刊之前 在登載走路攻的事件的時候 是有拍到人 有拍到錢 都是用證據來說話 用畫面來說話的 但是今天看到的一週刊 他們是用連連看 這個人的名字 連到那個人名字 這樣連的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不一樣 所以現在我們坦白說 走路攻的事 一定有這回事 那有人發錢 但是那個源頭是誰 現在不知道 那林朝鮮如果提告 說希望說因為提告 把那個源頭找出來 我覺得是也有困難的 他可能會講說 是有人發 甚至他講說不知名的人 那你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責任 就會落在時報週刊身上 你時報週刊 既然要追出真相來 你就要努力去追 把你追的過程 如果你真的追不出來 你也要告訴說 我是用什麼方式追 到最後哪裡碰壁 這是你的責任啊 讓人家看看你的 裁法能力到底在哪裡啊 對啦 真的不行的話 相關人員就允禁除資啊 夏龍大哥 剛剛我們有觀眾有 這個來賓有提到說 如果說把最近在追這個 李宗睿的精神呢 來追這個旺中 旺中集團 或是NCC 或是走路公黃國昌 這個案件的話 這案子沒那麼難破嘛 大家現在盯這個案子 盯成這個樣子 結果今天有說呢 刊出營照 這個就是不雅照片 媒體良心打了馬賽克 其實我們看到 包括週刊啊 包括報紙有的上面 所謂的馬賽克打了極薄極薄 這樣子對於可能已經是 心裡面很恐懼的 受害的這些女 不管是女藝人 女model是不是二度的傷害 難道他們自己 沒有倫理委員會 需要來自己對自己交代嗎 因為這件事的事情 我剛剛講的 旺中案因為牽涉到媒體的 巨大的利益 那就是說這個 李宗睿這個案子也是一樣 牽涉到媒體的巨大利益 因為有60個女明星 在那地方排一排隊 可以被消費 那個潛在的消費利益 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你就看到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 更離譜的是媒體的那個 自律完全專門沒有看到 媒體用那種 用平常那種人肉搜搜索的 那種功夫 他不是去搜索加害者 而是去搜索被害者 這個是在過去 從來沒有看到過的 每天引導大家拼圖 用人肉搜搜索的方式 去告訴你就是說 其實我講的是誰誰誰 他不是說加害者 是被害者 那因此在這個 如果不是昨天檢調 已經開始採取了動作 你會發現就是說 媒體它幾乎可以 每隔一兩天 就丟一張照片出來 再剪一段畫面出來 它只要這樣子 繼續炒下去之後 一兩個禮拜之內 兩三個禮拜之內 它的不管是報分也好 收視率也好 話題性也好 其實都可以 都基本上都已經有了 換掉它接下去的三五個禮拜 的菜都已經擺在那裡 這個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因為在過去 有發生過一些偷拍的案件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這些知名的女明星 因為這個事件當中 最不平衡的就是說 因為加害者的知名度 遠遠比不上受害者 所以加害者沒有利用價值 它沒有媒體的價值 所有的利用價值 都在被害者身上 因此媒體也就忘了 它原始的 它應該有的自律的角色 不管是就是說這種的性別 或者是說對於就是說 這種性侵害的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它幾乎都忘記了 它想盡辦法 無所不用其極的 想要引導大家講說 我講的就是那個誰啦 對 人其實就是那個誰啦 報導跟照片 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看到這兩天的報導 我真的很難過 就是說其實 其實真的媒體需要 需要搞到這個樣子嗎 真的需要搞到就是說 只是為了報分 然後都已經忘了 你的最原始的出發點是什麼嗎 當然希望就是說 希望就是說 媒體記下去 能夠在這方面來講 有比較高的警覺性啦 你基本上是有一個倫理要把持的 那個倫理的把持非常的重要 但是很遺憾 在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當然 為什麼要馬賽克 是因為這些照片裡面的女主角 都有可能會是光碟裡面的某一個人物 所以呢 你再檢調還沒有調查 完全水落實出之前 你都必須要依照 性遺憾發生制法 來把它們馬賽克 可是今天一週刊出來 讓我們嚇了一跳 因為就有一張照片 你沒有馬賽克 那我不想去講 因為你講 那我不是等於 也跟你們一樣了嗎 是不是 我只講說觀眾朋友 你們自己去看這個週刊 为什么就这张照片没有马赛克 那我请问 如果你是有其他的居心 那你这个居心也太捧测了 你把其他地方的恩怨 然后用在一个社会案件 所谓的性侵案件来 进行公报私仇的话 如果你真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可能比走路宫事件 幕后的藏经人 还要更被人不齿 那如果你是不小心 而犯了这个错 而你犯了这个错 也一样比找钱来走路宫的 那个背后的藏经人 来犯的错更严重 庆佑大哥 对公众人录图马赛克 是一点毫无意义的 你对那个学童 名字不写出来 然后把打马赛克留意 因为大家没有看到他照片 对唐湘龙打马赛克 再把另外一张 唐湘龙没有打马赛克 一卡就知道这个字 马赛龙拍背影也不知道 你背影都这么有名 你拍唐湘龙的头发我就知道 因为随时你拿了他的照片 可是他们用 他们用这个一文字 对啊